第六个问题 在念佛堂念佛大众音调不移 互相干扰 产生烦恼 请问师父弟子如何是好 多参访其他的念佛道场 认真去学念佛堂的仪归 回来之后好好地领终 这个念佛堂音调不整齐 这是不公进 你一再念佛堂念佛了 佛听了都跑掉了 什么人来了呢 妖魔鬼怪都来了 所以你这个道场就不是佛道场 母道场 这个不可以不懂 啊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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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